我老婆是一名幼师 名叫柳如烟 两年前 因为我有段时间帮忙接送我小侄子上下学而结识 后来 我日常流居居的时候 偶然间一起就起了落水妇女 之后才得知那人竟是柳如烟的妈妈 去年 她竟主动向我求婚 就这样很快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能够娶到这样一位貌美如花的老婆 我感到三生有幸 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工作起来更加努力 然而 婚后没多久 我就生出一个烦恼 在外忙活一天 回来后就想着恩爱一会 就这事 我偷偷去医院咨询过我一个做妇科医生兼业于情感大师 妇女之友的发小 她给出了两个结论 一个是你老婆并不爱你 所以才会抗拒你 另一个便是你老婆并不喜欢那夫妻生活 第一个结论被我直接否则 原因很简单 假如我老婆不爱我 当初又怎么会主动追求求婚我呢 对此 我虽无奈 却也表示理解 生活中这样的人也很多 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我不喜欢逼迫我的爱人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没想到 结了婚还是过着类似单身狗的生活 同事朋友平时都夸我老婆漂亮身材好 对我表示各种羡慕 但我只能一笑了之 那种心酸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断安慰自己说 生活就是这样 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平淡淡才是真 好好过日子才是正道 然而 很快我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美好 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想抱孙子 催了我无数次 但每次我都是自己扛了下来 老婆总在一旁不说话 看起来十分无辜 就跟问题出现在我身上似的 搞得我有点郁闷 有点里外不是人 岳父岳母那边每次来都送来很多补品 全都是给我的 并给我下达的任务 明年要抱孙子 可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我找老婆商量这事 老婆却突然给我一张不知道哪里来的诊断书 说他公寒 需要调理 不然不宜受孕 对孩子发育也不好 对此 我不宜有他 费尽心思帮他不惜重金找偏方买补品 想早日让他调理痊愈 有天半夜醒来 偶然发现老婆远远被对着我 正对着一个陌生男人的照片自己痴痴的看 被我察觉后 他瞬间关了手机 虽然没太看清那张照片 但上面的人绝对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熟知的明星人物 我老婆在大家眼里还算贤良淑德 平时并没有愉悦之举 可睡在同一张床上 就不能看看我这个老公呢 哪怕一起说说好也好呀 我经常健身 自认身材保持还可以 人也不愁 不至于让他厌烦 这一点上 我表示很无奈 恩爱这事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困扰着我 我开始多去关注老婆的生活和工作 结果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不久后更是找到了 那晚老婆所面对照片的男人 那一天 我老婆被评为幼儿园度 十大最受欢迎和好评职工之一 颁奖典礼上 我精心打扮 以帅气的形象 定制了一大厨玫瑰花束 以及一条项链现身 满怀期待的在后方观众席等待 准备表彰大会后 借着秀恩爱来宣示我老婆的主权 然而 我老婆却在颁奖舞台上 和身边那位帅气的男士 先是握手相互表示祝贺 然后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只是 握手不是礼节性的那种 而是很亲密很暧昧的那种 而且 我远远看到我老婆那一刻的陶醉 甚至满足的闭眼了 笑颜如花 那是我许久不曾见到的灿烂笑容 这一幕 看到我一阵新凉 我感觉自己的盛装出现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拥抱 连我这个正牌老公都很难拥有 等老婆下台后 我看到家长席中很多男人上前送花 借着表达感谢教导孩子的名义表示祝贺 更可惜的是 其中一人还从我这里顺了朵玫瑰 上前送给我老婆 两人看上去规规矩矩 愉悦的话都没有说 但我这个角度看得出两人暗含深情 眉目传情 有着足足几秒的凝视 最后 老婆总算看到了后方的我 我整理一下心情 并没有露出任何不快的表情 而是微笑依旧 满怀期待地看着她 然而 老婆却没有像我想象中带着惊喜意外热烈地朝我跑来 而是眉头一皱 很快移开目光 与那些恭喜她的家长和同事们继续交谈打招呼 就这样把我晾在了一边 很快 我手机响了 原来竟是我老婆一边应酬 一边偷偷给我发来的短信 你怎么来了 满满的不情愿 隔着屏幕都快要溢出了 老婆你获奖 我当然是来恭喜啊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在学校要尽量低调 我不想让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弄得满笑皆致 不利于我工作的展开 咱们是正当合法夫妻关系 还怕被外人知道 我这边需要应酬下 晚点还有个酒宴 你先回去吧 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心灰意冷 带着玫瑰和项链悄然开车返回 我在大厅等到半夜十点多 直到晚餐冰凉 烛光燃尽 老婆回来 进门的那一刻 我上前紧紧抱住了她 她先是本能的抗拒 最后看到我露出不悦的表情 才逐渐放弃抵抗 表面看上去不再抗拒 但我清晰感受得到那骨子不自然遍布她全身 仿佛我抱着的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祝贺 我恭喜一生 然后放开它 这其实是我那妇科医生 兼职业余情感大师的朋友教我的小方法 不经意间测试一下女人 只不过得到的答案 令我感到无比失望 我自问婚前婚后 没有做过对比起她的事情 生活上也没让她受苦受累 各种礼物平时没少买 家务也是我多数来承担 家里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算小子生活了 我这般宠她爱她 自认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 但却得不到她一点热情的回忆 对于我 她几乎没有尽一个妻子应有的义务 心里似乎压根就没有我 还和其他男人有点暧昧 回想起来 我才突然发现她结婚以来 待在家里的时候 似乎很少有过在那两个男人面前 才露出的久违笑容 我这是结婚 还是合作了一个女房客 哪怕是女房客也不会这般对我吧 但我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她不爱我 那么当初为何主动追求我 就算爱会消失 也不会这么快 一年多时间就连一点残渣都不留吧 我忍不住 甩了句 在你这儿 我还不如那些外人 老婆看出我的不开心 大概解释了几句 还说让我不要多想 那些没什么的 只是同事还有朋友见的祝福罢了 她还说以后会注意 第二天 我对我发小提起这个事 并且告诉她 对此我专门陪老婆去医院检查过 身体上没什么毛病 我那位发小医生分析说 我老婆或许有问题 以她多年的从医 还有业余妇女之友的经验 她判断我老婆很可能有某种洁癖 不适应和不爱的人 进行正常夫妻生活 如果推断不错 你老婆也许是精神出轨了 大多数人心里 都有自己所谓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甚至同时拥有几个她 比如身陷爱河的线人 藏在心底的初恋 远在云端的完美对象 偶遇的陌生的先生等等 而精神上的出轨 通常是肉体上出轨的前奏 田一 你要当心了 发小的话 给了我当头一棒 连想起往日种种 我感到愈发不安起来 基于发小的判断 我对此事变得特别上心 只不过都是在暗中进行 结婚前 我和我老婆认识时间并不久 婚后 她每次总是推脱去见我的朋友 也几乎从不带我去认识她的朋友 所以 我对老婆的很多事情 和交际圈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 老婆好像有一个关系非常铁的闺蜜 叫李淼 自己在市里开了家小宠物店 我开始进行两手准备 一方面 我让在我老婆所在幼儿人上学的小侄子 帮我暗中关注 并留意打听她在学校的特殊情况 另一方面 我让我那发小医生 牺牲色相 去聊我老婆的闺蜜李淼 从她那里打探消息 很快 我查出了两位可疑之人 第一个男人是一个孩子的家长 这人是我老婆曾经青梅竹马的初恋 名叫李明 只是 目前她以为人妇 有一个女儿在我老婆教学的班级读书 据我小侄子秘密汇报 两人平日行为举止上没什么愉悦 只是有时候眼神怪怪的 另一个男人是教务处老主任的表职 名叫张也 同样在学校上班 他是我老婆的同事 是一位儿童音乐启蒙老师 他出身条件一般 长得还蛮英俊 身高 178 身上有骨特别温文儒雅的气质 对女人有着致命的吸引人 据说身边不缺桃花 只不过他一直没有什么回应 这人正是那天和在颁奖台上 和我老婆亲密握手并拥抱的男人 我初见此人 便如临大敌 尤其是他目前单身 身高还正好符合我老婆 对另一半的完美要求 所以对我而言威胁很大 我一面小心防御着这两大情敌 一面加倍对我老婆好 继续给他一切能给予的浪漫 希望可以趁上位酿成大错之前 让他悬崖勒马 3月14日 我过生日 一大群朋友赶来为我庆生 我订了酒店 特地邀请我老婆陪我出席 或许是觉得对我有所亏欠 这一次 老婆没有拒绝 生日宴上 朋友们各自送上礼物 但我心里一直最渴望的 还是来自我老婆的礼物 他借口去卫生间 我暗自激动 以为老婆是去为我取礼物 没多久 有一个快递被送到生日宴上 签售人是我 发见人上写着我老婆的姓名 众人起哄说我好福气 纷纷猜测礼物是什么 我也满心欢喜和期待 谁知 礼物拆开后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礼物竟然是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众人面面相去 我当场面沉如水 正在这时 我老婆从外面回来 恰好看到这一幕 我见他眼中 闪过几分意外和惊慌 我丢掉绿帽子 冷冷地看着他 需要他的一个解释 老公 对不起 我买的是分明是一顶红帽子 肯定是卖家发错了 我回去就投诉他们 即便有了这番解释 但我已然在我亲朋好友面前 出境了丑 老婆为老公庆生 竟当众亲手送了顶绿帽子 社会丑闻也不外乎如此 这个生日 我过得颜面尽失 好好的生日宴不花而散 我送走朋友们 便一个人先离开了 此刻我需要冷静 没多久 发小给我发来消息 说那顶绿帽子 并不是我老婆送的 而是另有其人 消息来源于 我老婆的闺蜜李淼 多半是我老婆 和她闺蜜聊到了此事 然后被我那发小 给旁敲侧击打听到了一点 他们也出席了 我这次的生日宴 我瞇了瞇眼 这顶绿帽子 不是我老婆送来的 那又会是谁呢 是谁在向我公然挑衅 而他又在为谁打掩护 李明 还是张也 还没来得及调查清楚此事 不曾想公司那边 需要我紧急出差 长达十天 临走前 我思前想后 还是趁着老婆去上班 在家里留了点小手段 由于邻居一对小夫妻 前几天因为丈夫 要在家按照摄像头 被他老婆一顿闹 质问其是防贼还是防他 所以 这些天我发现我老婆 平时也有意无意地 观察墙壁墙角 和床头一些地方 对于在家按照 迷你摄像头 怕是格外抵触 于是 我给我家狗狙狙 订了个狗链套 挂在脖子上 里面就隐藏了几个 迷你无线摄像头 很不起眼 一般看不出来 而狙狙是看家小能手 一来家里防盗多了层保证 二来也不会引起怀疑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污 小侄子那边 我也是暗自打了招呼 让他在学校帮我看着点 对于我的出差 老婆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只是叮嘱我一句 出门照顾好自己 这让我一度感觉 自己是不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纯粹多想望 只是 出差没多久 谁知 一天后的中午 我几乎先后 接到一个电话 和一个微信消息 电话是我老婆打来的 说今天带我妈 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 我妈不小心 从医院楼梯摔下来 幸好就一及时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轻微脑震荡 左腿有些摔伤 我吓得半死 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 这一摔虽说有惊无险 但也太吓人了 我忍不住责怪老婆一句 你不是陪妈一起的吗 怎么会让妈摔下来 老婆解释 我去缴费了 让妈在原地等我 谁能知道 妈自己到处乱跑呢 话里话外 表达着委屈 多少有点 对我这样问的态度 和我妈的不听话不满 对不起 我是关心择乱 错怪了你 我哄了老婆一句 说我很快回去 并挂了电话 微信消息 是我那医生发小发来的 打开一看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 我老婆在一个病房里 正给一个男病人削水果 那男病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老婆的那位同事 音乐老师张也 我血压飙升 立马给我那发小打电话 电话接通 我忙不迭问这张照片 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那医生朋友说 就在半小时前 半小时前 我突然感觉 我妈的摔倒不是偶尔 或许不是真像 我老婆说的那样 我那位医生发小 得知我妈就在他们医院住院 就表示这就过去探望下 我想了想 表示感谢 并让他暗中帮我确认下 我妈摔倒的那个时间 和我老婆给人削水果的时间 是否一致 二十分钟后 我那位医生朋友 从我妈那边探望离开 给我报了个平安 说我妈目前无大碍 让我不用担心 至于我让调查的时间线 又经她调看医院监控 两边碰巧吻合 那一刻 我出奇的愤怒 这背叛的谎言 险现酿成大祸 把我心底 那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记得支离破碎 我不管老婆 有没有真的身体出轨 但这日子 都没法这样过下去了 正是提离婚前 我想最终查明一件事 那就是柳如烟 为什么当初 会主动选择追求我 嫁给我 却从始至终都不曾爱我 婚后还想着自己的 白月光和朱砂痣 这个心结如果不解开 我不甘心 可当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才发现 竟如此残酷和可怕 出差提前结束 六天后 我急匆匆赶回来 我没有回家 选择直接去医院看我妈 我妈为了不打扰 我们小两口 不过我的反对 当初主动坚持 要搬出去住 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 我接我妈出院 送她回家 又买了些补给品后 我才回家 回到家 我换鞋时 发现鞋架里面 不起眼的地方 有一次血迹 很快我发现 居居不见了 平日里 我回到家 她总是热情的 朝我扑来蹭我 可今天却不见踪影 在联系那一次血迹 我心中不禁 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难不成是出事了 我正想掉看监控 前几天忙于出差 再加上担心我妈 我实在没空 实时查看监控 这时 我老婆也下班回来 我问她居居哪去了 老婆一脸猛 然后一脸焦急 说早上还在家来着 尽管老婆表现得很无辜 又着急 又把家里里里外外 都找遍了胃果 但我还是隐隐感觉 她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借口说出去找GG 一个人出了门 然后 在一个无人的角落 我用手机 要看起家里的监控录像 原来 昨晚张也来我家 要和我老婆 在家里滚床单 GG一个尽叫 护主似的还上前咬她 将其咬伤出血 见坏了她好事 张也气得生生踢死了GG 而我老婆不仅没有阻拦 沦为帮凶 竟还帮忙处理血迹 今天 还装模作样的欺骗我 GG之后 被张也装在垃圾袋里 抡出去 监控画面到此陷入一片黑暗 不知道将GG丢在了哪里 看到这一幕 我双目通红 我养GG足足五年了 要知道 这一年多没有孩子 GG陪伴我比她还要多 最关键的是 GG还曾同我一起 救过落水岳母的命 她竟然为了一个野男人 眼睁睁看着她被活生生打死 简直毫无人性 恬不知耻 不仅要离婚 我还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 不得安生 事后 我没事就出去溜达 总算暗中找到GG的尸体 并将其找个地方埋葬 这一次 我没有立马提出离婚 而是开始暗中调查谋划 我不能白白倍率 GG也不能白白死去 只是 我发现老婆对自己的手机 私密性保护意识非常强 不要说相册 就连微信登录页面 全都设置了密码 此地无音三百两 这般做法心里没鬼才怪 我开始找借口 把工资的钱用在其他地方 而不是在一如既往的上交给她 没多久 我找机会偷偷把她手机摔坏 然后为表歉意给她买了个新的手机 只不过 手机买来后 我找了一个开手机维修店的朋友 做了点手脚 提前获取权限 这样一来 我就能对其进行一定的手机监控 能看到定位信息 还能偷听和录音 连打字界面都能看到 以及每个APP唤醒状态 另一方面 基于近期有儿童被人贩子拐走的案子 一些幼儿园暂时流行 给孩子佩戴儿童手机的风潮 我老婆身为幼教 以身作则 同样需要佩戴 也方便同孩子联系 我买来给她 这个同样具备定位 监听以及静默拍照功能 手机操作即可 手表与家长手机通话 手表无反应 不会亮屏 也不会有通话声音 学龄前 家长有时会利用这个功能 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 还可以拍照 手机操作手表拍一张照片 并发送到手机上 了解孩子周围情况 可辅助定位系统 根据图片判断孩子位置 这样一来 手机监听和儿童手表监听 一名一案 虽有功能交叉 却也可互补 以便与我对老婆的一些动向 了如指掌 从她的聊天记录中 我发现之前 我生日宴上那个绿帽子 正是张也送的 目的是让我出丑 以这种方式和我老婆调情 事先我老婆不知情 但却义无反顾帮其抗下黑锅 真是情真意切呀 对于GG的死 他们偶尔也提过一嘴 张也显然对坏了他性质 并咬伤他的GG 依旧恨得牙痒痒 连带着我一起被骂了几句 我老婆更多的是 对张也伤势的关心和安慰 我老婆说 让张也以后没事 别去我家了 张也还不甘心 说偶尔以同事交流教学的理由 不会太以人注目 张也还无耻地要求 我老婆近期要给他一次大补偿 来弥补他心灵和身体的创伤 说是最近准备了新的音乐碟片 还有特别服装 而我老婆没有拒绝 说是等消息 看我这边什么时候在外忙 对此 我做了一点手脚 恶心他们两人 我以怀念GG为理由 让我们的来电铃声 我都会不合时宜地打上几次电话 听着GG的叫声 我不信他们还有心情缠绵 还别说挺有效 每次我都看到我老婆扫兴而归 想出轨 可以 等我到时休了你再说 而他们两人的对话 可谓暧昧又露骨 有时还会互传几张各自的私密照 说是不能在一起的时候聊以未解 对我而言却不堪入目 好家伙 大型双标现场 我发现两人很谨慎 当天聊天记录 涉及不正常的地方会及时删除 私密照片会收藏在带有密码的相册里 痛心之余 我即使把关键的聊天记录截图取证 还有那些私密照 我也是暗自保留一份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我老婆和张也似乎还有所图谋 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做着某种打算 只是由于以前的聊天记录 在这款新手机里查不到 而他们也不会在微信中聊得太深 通过直言片语 我有了个初步判断 似乎涉及家产一说 我暗自留心和保持警惕 不动声色尽可能地收集证据 并且根据得来的实时情报 继续着我的首任渣男渣女计划 只不过 令我意外的是 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手机监听 我老婆貌似除了与张也这边 保持着不正当联系和关系外 并没有同其他人再有什么出轨行为 难道是我误会了我老婆的初恋里面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们不可能干干净净 就在我以为老婆在外只有这一个野男人时 却很快挖掘到了另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的直觉没有错 这个秘密 说起来还是我老婆亲自告诉我的 只不过 我们是换了一种特别方式和身份罢了 我一直都想搞明白一个答案 那就是既然他压根不爱我 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为何当初又主动嫁给我 可这是没法通过直接谈来弄清楚 在手机聊天记录中也很难直接找到 就在我暗自苦恼之际 没曾想机会来了 也许是我老婆承受不了最近的巨大压力 身边又无倾诉之人 所以需要找个地方来缓解和调节情绪 我通过手机监测 发现他在国内某知名交流平台上 进行了匿名提问 以便寻求心理慰解 只有匿名提问 才敢敞开心扉 这个解惑的机会对我而言千载难逢 他在提问阶段有所保留 还顺带拉踩自己的老公 想来是不想千夫所指被人骂 他需要找到对的那个陌生人 才会没有保留倾诉以寻求帮助 提问是 老公对自己不好 婚后发现自己爱上了其他男人 怎么办 我冷笑 了解他这种心态 因为我也曾演匿名寻求帮助 知道求助者的心理诉求是什么 于是我找到他匿名提问的那个问答下 开始耐心的为其解答 为了引起他的注意 我特意往他心喊里说 果不其然 回答的人不少 但一上来就骂他 说他不守复道的人不乏其数 只有我是以一个旁观者角度 以一个知心大哥哥的身份来分析 既不一味指责他 同样也不偏向维护他 我说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不是必然的 都会有一定的原因 总之 我一步步引导 让他自己说出前因后果 最后 匿名的老婆开始私信我 茫茫人海中 最终选择了我作为他这次的倾诉对象和热心网友 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只不过都引去了真名 用了化名 老婆匿名 我嫁给老公有一年多了 当初还是我主动追求的 只是 婚后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好 我以为我不求爱上他 但求能接受他 但我没有 我深深爱着张先生 张先生他英俊帅气又高冷 尤其是身上的那股充满浪漫的艺术气息 令我渐渐迷醉 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对 但我实在忍不住 我 你老公对你不好吧 还有 你和张先生是婚前认识的 还是婚后认识的 现阶段是已经上床了吗 老婆匿名 不 其实我老公对我很好 只是我不爱他 我和张先生是婚前认识的 甚至那时候就相爱了 对于出轨上床 我曾有过抗拒 但最终溃不成军 在他面前 我很难拒绝 短短半年多 从一开始我们相敬如宾 很快到了牵手亲吻 再后来是摸摸抱抱 有几次擦枪走火 没忍住滚了床单 我以为我会心生愧疚 但很快就被这古迷恋取代 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张先生了 所以 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干柴烈火 实在没机会 我有时会忍不住对着他的照片 有次还差点被老公给发现了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呵呵 还记得给自己老公发张好人卡 看来还没丧进天良 我 既然你不喜欢你老公 为什么还要嫁给他耽误彼此呢 况且 你和张先生早就相爱 当初就没考虑过结婚吗 屏幕前 我深吸口气 强忍怒气 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疑问 老婆匿名 我也想嫁给张先生 只可惜现实太残酷 张先生出身贫寒 目前既然离下 他表妹喜欢他 而他只能虚与威仪 要是没了他表妹一家的资助 他也无法求学成才 和找到现在的体面工作 现阶段 他还离不开那边 再加上 我家里知道他的存在 只是不喜欢他 而我现在的老公 当初曾救过当初不慎落水的我妈 我家人更喜欢我现在的老公 老公家里还算富裕 加上还将有两套拆迁房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愿嫁 只是 当时张先生告诉我 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说服我先嫁给了现在的老公 张先生说他和我是真爱 不会在意这些形式 他说婚后等到合适时机 再提离婚 到时能分到很多钱 有了钱 他们以后才能顺利幸福生活在一起 而他那边也会尽快挣钱 希望能够早日娶我 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好 但我爱他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对不起现在的老公嘛 没人阻止你相爱 但请不要以伤害和背叛别人为代价 原来 忍不住出轨也不离婚 是因为另有秘密 等着榨干自己的老公来养情人 心底的疑惑得已解开 我不知道该庆幸 妈的做错了什么 凭什么让我沦为牺牲品 就在我准备骂他几句 结束这次匿名问答时 我老婆居又抖出一个 令我三观震碎的料 以至于我五观出现了多年来 第一次扭曲 那就是除了这个他深爱的野男人 他竟还和已婚的初恋李先生 保持着极不正当暧昧关系 他们保持着大概每周一次 令人作误的精神交流 只不过为了保险 没有选择在手机上 而是在电脑上 通过一种两人云盘共享的Excel 隐秘 又方便 用后吉山 是我闻所未闻 很高级的一种玩法 倘若不是他在这里交代 我根本难以察觉 久久过后 我回过神 问他 你明明有着自己的老公 还有着真爱的情人 为什么还和已婚的初恋勾他 勾待一词 代表着我此刻乱糟糟的心情 我老婆那边最后回了一段话 结束了这次的匿名交流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白月光 我之所以答应李先生这样的要求 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初的遗憾吧 我忘不了初恋 也离不开心爱的情人 这辈子我只能对不起我老公 下辈子如果有机会 我会当牛做马再偿还他 谢谢你耐心听我倾诉 我感觉好多了 有缘再会 如今真相大白 我老婆竟背着我 双向出轨他的情人和初恋 张先生是张也 是情人 李先生是李明 是初恋 他不愿意和老公上床 却为了情人所托 尾身下架 并保持婚后出轨上床关系 弥补自己对缺失爱情的渴望 另一方面 又为了弥补初恋的遗憾 竟答应与已婚初恋 维持那种不正当的温爱 唯独不能对爱他的老公 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宁可他父亲自己老公 也不让天下人负了他自己 情人与初恋 原来 他从未将我当作爱人 连老公都算不上 我只不过是一个 形同陌路的工具人 一个供他继续 与情人谋生活的过客罢了 下辈子 见鬼去吧 今生事 今生必 我花钱找人 深入调查李明和张也的详细背景 如果说我老婆背叛我 人设崩塌 但这两个男人也脱不了干系 蛇属一窝 之前的复仇对象是两人 现在又多了一个 张也出身贫寒 哪怕这份工作 也是有着教导主任表叔的帮忙 才抢到这个饭碗的 只是 这个恩惠 对于张也来说可没那么好受 张也的表妹痴迷张也 一心想要嫁给他 而教导主任一向瞧不起这个远房表直 却也拗不过自己宝贝女儿 只得一心撮合两人 不惜帮忙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 而张也并不喜欢这个没啥血清的远房表妹 甚至是讨厌 所以他一心想着挣钱 想早日摆脱表叔一家 想着独立自主 人就怕无欲无求 既然缺钱 那就好办了 你张也不是性格故傲吗 不是艺术浪漫吗 我偏要你为五斗米而折腰 经过打听 我得知张也有一位死党叫杨明 平日偏爱麻将赌博 不务正业 而我发小有位朋友王老板在一个游戏厅工作 我让我发小帮忙引荐 请王老板吃饭交个朋友 我让常去他那里玩的杨明 通过捕鱼机的可控重奖概率 另期一连几天赚了很多钱 这个钱 我先暗地里帮忙为游戏厅垫上 很快 不出所料 身为狐朋狗友的张也得知消息 他忍不住眼红 最近有事没事就总往游戏厅跑 除了我朋友那边的眼线 我从我老婆的手机聊天记录也有所了解 张也说最近有了发财的门道 为此还问我老婆借了一些钱 老婆把自己小金库里面的钱全都给了张也 这份信任 看得我一阵艳险 而我则冷眼旁观这一切 并继续以各种合理的理由 停止给我老婆太多的钱 游戏厅那边 在我的授意下 开始让张也连连营 后面再设计让他输 结果在人为操控下 抓住张也的赌徒心理 不仅让他输光了钱 还赌红了眼 最后生生欠了游戏厅近十万块 游戏厅那边把这个债务巧妙转交 给专门的民间催债机构 在言语和行动上 对张也进行双重逼迫 甚至登门拜访 恐吓那边如果一周内不还钱 就找人废了他 张也被逼无奈 只能四处去借钱 我猜到他定会问我老婆借 所以早就将家里的钱 除了日常的花小 全部存了一年死期 而他的工资 早给了那边输的血本乌龟 老婆干着急 却也没法明说 只能自己生闷气 根据聊天记录监测 张也从我老婆这边 没拿到什么钱 忍不住气急败坏 甚至觉得是我老婆 故意不给他周转 为此两人还大吵了一架 我老婆暗暗伤心流泪 心急如焚 而我自隔暗关火 如今断了张也的后路 那么张也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彻底向他的表书家屈服 最后 事情不出我所料 张也只能找他表妹去借钱 钱借到了 但却有个条件 那就是一个月后 必须和他远房表妹结婚 还是已入坠的形式 当我老婆得知这个消息 气得不行 整天像个怨妇似的 连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连连出错 婚礼那天 我准备写老婆同去吃酒席 届时送上我一份大礼 另一方面 我开始对李明下手 这个对自己老婆不忠 又来祸害别人老婆的渣男 我也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 我不想让他老婆 被他欺骗和背叛 只是 我在设计报复的时候 没有选择在这时候暴露我老婆 我可不是在维护他 而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好戏还在后头 而后面的好戏 还需要我老婆出演 得知我老婆和初恋李明 还有一腿之后 我便暗自留心 我发现我老婆 每周末都会独自出门一次 理由是和闺蜜李秒去打游戏 根据最近监测的定位显示 那地方是一家网吧 闺蜜李秒打游戏是真 但我老婆却是瞒天过海 趁机和她初恋 在公开场合进行一种特殊的闻爱 寻求刺激 原本 我以为她和情人张也刚闹掰 加上生气情人入坠其他女人家 应该会没心情继续和别人玩闻爱了吧 没曾想到了周末 我老婆竟依旧如期出门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心还真是大 我随后出门 在附近家的咖啡店坐了下来 开始了我精心布置的打草惊蛇 和替人捉肩计划 李秒那边 我让我发小再次出马 一个电话就勾搭走了 有大帅哥邀约 哪里还顾得上游戏 抛下我老婆就独自赶去约会去了 没了闺蜜在一旁 我老婆可以更加肆意的发挥 十分钟后 我收到一条短信 可以行动了 我立马用手机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电话中 我说我在小区外面 好像看到了家里的狗GG 让我赶紧回来帮我一起找找 提到GG 我相信她没理由拒绝 而且势必会因为心里有鬼 而紧张起来 一分钟后 我看到老婆从附近的网吧里面急匆匆出来 打车离开了 我放下咖啡 快步进入网吧 到了里面 老板亲自带我去了一台机器 那是我老婆刚才用过的机器 只是被人为黑屏锁定了 然后在我老婆想要更换电脑时 我的电话刚好打过去 然后调虎离山 以GG之名将其直走 其实刚才这台电脑并没有真的死机 只是在网吧老板的操作下 暂时黑屏而已 给我发短信 打这个时间差的也正是这家网吧的老板 我和他以前并不认识 但有钱能使鬼推魔 我给他一笔钱作为小费 所以他愿意帮我 更何况对他无害 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情 我接手了老婆刚才用过的电脑 页面上 Excel表格里面 不停地跳动着令人面红耳赤 甚至恶心的字眼 这会儿 李明健这边没有回应 在那边干着急 一个经问人哪去了 我以我老婆的身份 打字回复 刚才我接个电话 去一趟厕所 继续吧 与此同时 我问了对方的位置 对方报了位置 去打去说 怎么 文艾不尽兴 还想来真枪实弹的呀 看来你老公最近不能满足你呀 哈哈 看这情形 李明貌似还不知道张也的事情 正如张也同样不知李明的存在一样 我老婆的保密工作方面 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一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我不妨让他们狗咬狗 我把文艾的截图 还有李明现在的位置 以一个我拿朋友身份新办的陌生电话号码 以彩信的形式 发给了李明的老婆刘星 还特地附带一句话 你老公正在文艾出轨 速去 别问我怎么知道李明老婆的电话号码 这年头本就不透风的墙 想打听这点隐私并不难办 我陪演这会儿 差点吐了几次 这两人简直玩得太嗨 压根没有底线 各种身份设定 还有多么无耻露骨的文字都打得出来 约末时间差不多了 算起来李明的老婆也差不多就位了 在对方陷入嗨皮的时候 我直接泼一记凉水 你个混蛋玩意 你竟敢窜夺我女人和你玩这个恶心游戏 李明那边见话风突变 难受的打出反问 什么 你是柳如烟他老公甜一 我继续打字 我是他爱人张也 你他妈的死变态 别再缠着柳如烟 不然我找人弄死你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记得茶收哦 说完 我一顿大骂 把我这辈子没骂过的话 都一次性大礼包送给他 然后甩袖走人 当我赶回家 老婆问我找到居居没 我摇头说那只不过是 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老婆没有多想 还安慰我几句 第二天 我听说李明被他老婆娘家人找上门 直接打进了医院 事先我得知李明老婆兄弟众多 娘家力量强大 所以才有此布局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具体原因没对外公布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个我懂 又过了一周 听说李明出院了 出院当天晚上 张也在下班路上被人暴打了一顿 挨得鼻精脸肿 打人者正是李明 最后被张也拼命抓住并认出 据说这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 私人矛盾和温怨 但影响挺恶劣 两人不仅进了派出所 出来后张也还爱的处分 被全校通报 柳如燕得知此事 以为自己双出轨的事情暴露了 没事就闷在家里 惶惶不可终日 是该进行最后的打脸反击了 给这场充满背叛的婚姻 画上早该终止的句号 张也婚礼那天 我盛装出席 带着一点哀怨 却强颜欢笑的老婆柳如燕 婚礼上 司仪放映的VCR 被我提前动了一点手脚 原本的内容保持不动 只是在中间夹杂着一些爆料性东西 拜堂前 张也去后台接个电话 我知道那是我老婆柳如燕打的 柳如燕连着蓝牙耳机 在我的安排下 另一个被我先前就故意弄丢 收藏起来的蓝牙耳机 我交给了我小侄子 让他问司仪讨要话筒完一会 还没正式开始 司仪见我小侄子可爱 自然不拒绝 在我以一包堂的奖赏语寿意下 小侄子照我画作 把蓝牙耳机紧紧贴在话筒上 就这样 在话筒扩音下 我老婆和张也歇斯底里的不雅通话 传到了前台现场每个人的耳中 众人瞠目结舌 与此同时 VCR呈现的画面中 开始展示到一些令人震惊的画面 上面有我老婆和张也的爱美聊天记录 有他们滚床单的亲密照节选 还有他和我老婆密谋夺去我的家产 以及张也表妹家产的聊天记录 还有 偷情被GG阻止时 抱起打死GG的恶毒画面 现场众人对两人的歹毒和恶性 开始了此起彼伏的 谩骂 当张也和我老婆出现在前台 发现这一切 不禁目瞪口呆 一个恶毒女疯子 你竟想毁了我 我打死你 片刻后 张也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老婆 因爱生恨搞的鬼 因为一些私密的聊天记录 还有打死GG的画面 在他们眼里 只有天知抵制他俩之 想到我老婆对感情的偏执和疯狂 还真可能干出这与死网破的事情 而这将毁了他一切 所以张也怒吼着冲上前 什么英俊帅气 什么浪漫文艺 发起风来都一个样 丑态百出 张也表妹一家 看清了张也这个人渣的真面目 他们一家被折了颜面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以张也表妹为首 连同本家人纷纷加入战斗 主要目标人物 自然是张也这个罪魁祸首 我知道 报复一个人不应该伤害无辜之人 所以我在此之前 就以个陌生人的身份 警示过张也表妹 告诉他这个男人心术不正 可他偏不听 反而还一心维护张也 反骂我一顿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打听才知 张也表妹一家也不是什么好人 劣迹斑斑 就这样 喜庆的婚礼现场 一时间一片混乱 有人报了警 我好心帮忙打了120 然后看我老婆挨的盾打后 我后知后觉 挺身上前护住他 众人无不夸我大度大气 说我以个抱怨 还说哥他们不出手 独打就不错了 全都骂他配不上我 骂他活该 一场婚礼 最终以这场闹剧结束 张也得到了报应 被打得重伤 据说还不小心伤到了命根子 张也表妹一家心有余悸 幸亏即使发现了 张也的真面目和狼子野心 回家后 任我老婆如何下跪哀求 我狼心如铁 我拿这些证据 同他立即办了离婚 并让他近身出户 立刻滚住我家 很快 我前妻因私人作风不良 被幼儿园开除 由于没有脸面在此地立足 灰溜溜带着家人搬离此地 张也出院后 同样被开除 先是不知去向 后来得知在外流浪 被一群流浪狗咬伤 后来得了狂犬症 恶有恶报 只听说他从此发了疯 再也不见其踪影 不知死活 离婚后没多久 我去埋葬居居的地方 足足待了一整天 恶人遭到报应 希望他能够得以安息 也许是居居的在天之灵 在居居目的所在 我结识了过来埋葬宠物的女主人 我们志趣相投 渐渐进入热恋 几个月后 我们结了婚 一年后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还是双胞胎 全文完